2000年保机火车站旁的一个垃圾堆附近 一群人正在围着简陋的砖头炉子在做饭 他们一边做饭 一边跟导演讲述自己的生活 这些缝头盖面的流浪汉 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四周捡垃圾维生 如果没有捡到适合吃的食物 他们只有饿肚子艰难度日 那么为何这些人年纪轻轻也没有残疾 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其实这些人原本都有像样的工作 只是因为遇上了黑心的老板 才迫使他们流浪社会成为食荒者 这什么油 羊油 你从哪搞的 真的 在垃圾堂里就是 我被人打我又打不出血 就因为这就是好闷 有些纪录片 只适合看一遍 因为内容实在过于魔幻和现实 对于这些片子里面展现出来的情况 一般人实在不愿回首 而铁路沿线就是类似的纪录片 在事后 观众可能收获的只是满心的悲凉和唏嘘 故事发生在2000年的春节前后 导演杜海斌发现 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附近 常年聚集着一群流浪汉 面对常人对这批人的避而远之 但是 杜海斌一个人却只身一人接近这些人 并且用自己的镜头记下了属于这批人的故事 于是便有了铁路沿线这部纪录片 当时刚刚是新的一个千禧年 在那个年代 中国大地上并没有高铁和动车 铁轨上基本还是绿皮火车运行的年代 因为特殊的火车结构 当时的铁轨和现在比起来 卫生状况实在让人堪忧 除了在铁轨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之外 火车周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尿骚味 这种情况 一直到高铁等的出现 才有了实打实的改变 在这部纪录片里面 镜头下聚集在宝鸡站附近的流浪汉 基本的年龄是十几二十岁 年龄最小的 甚至只有九岁 虽然他们十分年轻 但是很多人对于人情事故的把握尺度十分的得当 完全超越那个年龄的稚嫩 在当时的纪录片里面 因为客观的技术原因 这些人在镜头之前压根分不清谁是谁 而对于这么一个群体来说 甚至名字也是一个个十分陌生的物件 在铁路附近流浪的这些人 大部分只有属于自己的外号 而外号基本和自己来自哪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大新疆 小四川等 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就是靠着火车上的垃圾维生 以及捡周围垃圾桶里面的塑料瓶 以及各种垃圾 显然 这种维持生活的方式 肯定是积一顿保一顿的 于是在很多无奈的情况下 这批人也会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 但是这些小偷小摸的小事情 显然让周围的居民感到困扰 可是 因为这是一种社会情况 于是周围的居民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这个地方 原本就是整个城市里面的破裸户 打工被骗 妻里子散 重病缠身 这附近的居民和这批流浪汉相比 仅仅好了那么一星半点 画面中这批小孩可以熟练的过铁轨 火车路过的轰鸣声 甚至可以成为他们唱歌的伴奏曲 只有春节里面和普通人一样 这批流浪汉也会选择犒劳自己 忙了一年了 或者说是偷了一年了 白面成为了这批人男的可以吃到的食物 在纪录片里面 春节期间 他们遭到了驱赶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 这批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随着驱赶的频次越来越快 这个火车站附近地流浪汉也不断少了下来 镜头的最后 终于人聚楼空 而在这部纪录片里面 红衣大哥 火狐狸和李小龙 红衣大哥本名周富 原本是老是本分的打工人 但是因为工作上的缘故 自己产生了精神分裂 周富多次从收容所跑路 并且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 可以保持体面的穿着打扮 但是这种正常 只能维持得了一时 在精神状态出问题的阶段 周富会陷入跳舞的状态 并且精神状态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 最后只要是有音乐 周富就会偏然起舞 甚至还要脱衣服 火狐狸是西安人 大家叫他小胖 因为感觉老家不好混 出来意外流落街头 镜头里面的小胖是一个比较讲义气的人 甚至在生日的时候 还凑了几十块钱 准备和周围流浪的小伙伴们一块改善生活 但是意外是 在火车站外面 自己的钱被保安没收了 争执之下 小胖还被打了巴掌 可能是已经习惯了相关的生活 小胖在被遣送回家和出逃之间反复轮回着 问到小胖最美好的回忆 就是跟喜欢的女孩一块出去玩 相对而言 李小龙的年龄又小了不少 在拍摄的镜头里面 李小龙一直在把玩着自己的玩具枪 但是面对导演的拍摄 李小龙还是十分有礼貌的 他会讨好的向导演打招呼 但是在这批人里面 李小龙是最幸运的人 虽然他平时喜欢欺负人 但是意外的是李小龙被警察家庭收养 今后的人生道路基本上终于可以走上正规 不在这种环境下流浪了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 导演也是叹性地问道 将会有什么打算 这些在铁轨附近的流浪者 首先不约而同的第一个梦想就是 想在这个社会上出人头地 然后可以有钱回家 无论是谁 对于家乡的执念还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可能这批人永远都不可能攒下钱 因为通过劳动来攒钱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 可能这里面的大部分人 最后都要走向不归路 整部纪录片最让人感觉压抑的一幕 就是孙岁雄在镜头前讲述 属于自己的故事 碰巧火车开过来了 在火车的运行中 他随着火车慢慢地启动 习惯性地跟着火车前进 然后不由自主地深叹了一口气 相比这些人 我们还是应该珍惜自己的生活 知足常乐 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善良和努力 感谢观看